让我将你心而在想 使得将他满海的落花 让我再与心 大家都知道 吴北是一个很厉害的歌手 他在演唱会上 起一个头 就能引发全场的大合唱 而这位歌手比吴北还要牛 他在演唱会上 头都不用起 把话筒一举 就能引发现场 五万人的大合唱 场面十分壮观 他就是曾经的情歌王子周传雄 然而就在他事业的巅峰时期 却因为身体的原因 在歌坛消失数年 时隔多年 52岁的他再次复出 万人合唱的场面 让他一度哽咽擦泪 演唱会上 粉丝的热情回应 让他有了重回歌坛的细心 然而大家喜欢的 只是他的老歌 他新推出的专辑 几乎无人问津 在他销售的这些年间 乐坛已经变成了 他不认识的样子 就如他自己说的那样 然后到每个地方 去做天收会的时候 有好多好多的歌迷 但是这几年呢 因为网路社交媒体很流行 那我也不太会弄一个东西 我常常觉得 我的歌迷都要到哪 去的 为了推广新作品 周传雄以选手的身份 参加音乐选秀节目 而新人孟美琪等人 却坐在台下当起了导师 而这位昔日的情歌教父 却像个学生一般 演唱他的新作品 然后再接受孟美琪 这些悉尼流量歌手的点评 最后还被他们淘汰 周传雄被心灵歌手 点评淘汰事件 引起了不少人的愤慨 真的算起来 周传雄是这些流量歌手的 大前辈 在这个流量至上的时代 曾经的传奇歌手 这也掀不起波澜 也无法挽回到过去的辉煌了 对此 你是怎么看待这种现象的 感谢观看